我有个老乡喜欢钓鱼 钓了些鱼送给我们 我刚刚邀请他上镜 他说没做好准备 今天没有整理发型 改天再叫他 两条新鲜的还在冻的 鲑鱼 说是要红烧 有个爱钓鱼的兴趣 还真的蛮好的 我之前有个客人 住在大公园 也是他喜欢海钓 他之前也是送给我们鱼吃 这种就是叫什么 证人玫瑰首有鱼香 还怎么讲这句话 现在中文真的好差 完全忘记了 就是理清情义种 这是他亲自钓上来的 你去买一条鱼 其实也没多少钱 但是你钓上来 心里想着 这个朋友那个朋友 送给别人 别人觉得很温暖 我的老乡也是 可惜今天他没能上镜 我们团队的Jack 也很喜欢钓鱼 然后我们行业里面 有一个比较大的broker 叫环球地产 他们的那个broker 老板也是喜欢钓鱼 经常钓完了之后 他是钓海里面的那种 金枪鱼还是什么鱼 亲手分成一片一片的生鱼片 给他的团队队员们吃 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福利 非常凝聚人心的一种 别人不具备的技能 像我就不具备 我们团队有很多人 很喜欢吃东西 但是我对吃 我既不会钓鱼 也不会做饭 也不很喜欢 研究各种美食 这是我缺乏生活情趣的 这种表现 我已经被Rex批击过了 说我身上这辆太低 但是一时半会儿 我也不打算改 下午本来是要去 安大略工作的 但是因为跟我们团队的David时间没有约到一起去 临时空出来了 待会儿跟大家聊几句 最近发生的生活中的事情 最近蛮多事情发生的 Test test one two three 先讲一下关于我们的小兄弟Dylan 最近很多人问我Dylan去哪了 是不是离开团队了 没有 他还在我们团队 但是 You know what 在我的视频中讲别人的事好像有点奇怪 但是 也有很多人问他 很多人很关心他 我觉得好像给大家一个update会比较好 我可以说的是他最近迷失了自我 他 他那个女朋友 然后整个人就变了 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微妙 我不是他的家长 我也不是他的老板 就如果你们还不知道的话 电产经济公司和团队之间是没有薪水的 我不付他们薪水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要求他怎么怎么样做 因为我不付他薪水 所以技术上来说 他想要多努力的做 想要赚多少钱 或者是他不想要做 不想要赚钱 我没有办法去管理和 regulate叫什么 轮不到我来管他 我只能这样说 对 所以 其实我们是 有见面这段时间 有帮他庆祝他的生日 他25岁生日 但就 挺尴尬的 不知道说什么 他跟以前不太一样 以前 我们带他很努力的做事情 学 现在就觉得 我又开始 想要说一些什么又不能说 算了 跳过这个话题 跳过这个话题 对 身边的人还发生了蛮多事情的 就不讲别人了 讲我自己 我自己的话 体检的结果不太好 我第一次体检有三个血项不正常 第一个是关于 胆 我忘了 对 反正有两三个血项是不正常的 应该是胆 胆 胆什么素 然后我老婆看完之后就很 不开心 很焦虑 那天晚上睡着之前跟我聊天的时候 说了一句说 其实人生很快的 我们都已经快40岁了 我马上就要40岁了 他明年就40岁了 你能活到80岁就比较好吗 其实已经过了一半了 他说 没想到我的 这么快就开始 有体检 结果不正常的表现了 他很担心我 然后开始帮我制定了更多样的计划 不能喝奶茶 不能吃甜的 不能吃碳水 等等等等 然后帮我 重新去养成好的 所谓的饮食习惯等等 还有帮我奥特尔的药 我缺维生素D 很奇怪 我的维生素D很低 我自己觉得 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了 就这样我之前视频中也提到过 什么糖尿病的前期 但 我老婆说这是一个sign 就是你的身体 开始会出现不好的地方 那就像一个车一样 一旦开始有些小毛病 后面就陆陆陆陆会有一些 我不愿意这样讲 但我 我自己相对是比较乐观的 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 我发现这些问题 我的问题带给了我家人 焦虑和困扰 再加上 最近家里还有其他一些事情 就不太好 你知道人吗 就是 运势也好 或者是情绪也好 或者是 生活也好 总是跌宕起伏的 有一段时间很开心 有一段时间就 很低迷 很趁轮 最近 整个的基调和主旋律 就是 焦虑 我很抱歉 我让我老婆焦虑了 这个是我觉得 我没做好的一点 对 所以 也重视地把奶茶给借了 答应她以后 吃得更健康一点 希望再过三个月 我恢复体检的时候 重新 叫什么 复检 复查的时候 这些血压能够恢复正常 我觉得没问题的吧 毕竟天天健身的 讲到健身 天上天我有带 我有带我的团队的几个女生 继续健身 那天有策划一期健身的Vlog 但拍到一半发现不行 因为健身忙太吵了 整个就 在一个公共场所 没有办法 事情按照你 预想的一样去导演和 和安排 去进行拍摄 所以那天也没有 没有剪辑出来 取而代之的是拍了一期 我跟Amy之间的话题 那又有观众说了 不喜欢看话题式的 所以蛮难的 做一个播主 现在就怕他 Hello 我们流行是这样的 我们流行是这样的 我把它带进来了 今天有组合 请问Cary有没有男朋友 还没有 还没有 OK 先好我来教一件 抬头 手紧腰 怎么动手了呢 不能乱摸 你这很轻松 你刚才是45磅对不对 那你已经误差至少20磅了 这是65磅 这个杆就45磅 Rex今天怎么这么猛 这你别管 你这完全是靠腰去拉起来吧 不知道 嗯 Hello 这是猝不及防 猝不及防 每次都要小心 什么时候再来健身 周一 周一 都联系好了 OKOK等你们啊 拜拜 拜拜 嘿嘿 海地回来了 他把他的袜子鞋 在车上都脱掉了 哇 为什么呀 我去拿东西 跟姐姐拜拜 姐姐 拜拜 阿姨 没有孩子的先叫姐姐 有孩子叫阿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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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给你拿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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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一个 把他亲一个 鞋好像湿了 怪不得他要脱掉 你知道我们写后边那个幼儿园 多少钱一天吗 啊哈 一个月 五天的 一千 一千九百八 一千九百八 对 那跟两天有什么区别 给大家听一下啊 所以顿时是不是觉得我们幼儿园 也不贵了 你觉得贵吗 不贵真不贵 而他们还 他们有好几个点啊 就我们小区都有两个点 我们的app上面动不动还给你 报告什么东西 发发照片 我知道人家没有 人家也有 大家听到了吗 而且人家还没位置 他现在要开新的校区 在大公园 这 我觉得这个生意可以做啊 在家里开幼儿园 这个生意很好啊 我跟你讲 我已经问了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海里不是有暑假吗 我说你能不能接受短期的 他说也可以接受 我的天哪 我说暑假我就把它送过去 我觉得我们这个房子 这个location 最后来是不是最好的 前面就是 对他们就是去我们前面 对啊 就是playground对不对 我的天哪 我发现了个商机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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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一千九百万 那一屋子小孩 他有多少小朋友 他这个是满的 然后他这个是不是 不是两岁的 然后我们小区另外一个点 是可以的 然后还有大公园他们马 7月份要新开一个 by the way 这个叫stanley的杯子 大家知道吗 有多火 现在 可以说小孩就是从 Fiona到高中吧 大学 还有我们年纪大的 年纪大的也这样 就美国几乎人手一个 就这么跟你讲吧 我不知道why 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老婆 不知道 就是忽然间有一天 Fiona就跟我说 他要买一个stanley的杯子 然后他就在那个亚马逊上面找 他说他们同学老师全用这个 而且他还跟我讲 他后来跟我讲 他一个老师七天 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颜色 这真的是见了鬼了这家公司 就一夜之间就 没有任何 他是一个很老牌的做杯子的公司 我上次有发给你那个 你听过没有 他以前是做那种体育用品的杯子 就针对男士的 后来他换了那个CEO 那个人是之前是做什么的 就是做的也特别火 换了这个人之后 他就决定把这个杯子针对女性 然后就做出来好多种颜色 卖的最火的就是一个粉色 okok 就是要针对女性孩子才行 我来想一想我怎么样 针对女性卖房子 看来还是这个女生的钱好赚 女生跟小孩的钱最好赚 对对对 欢迎回来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